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表示 将会对自己以及中国应对公卫事件的举措展开独立调查 近期一直批评该组织的美国总统川普 仍然持续地指控攻击该组织 他还在个人的推特账号上发文 以公开署名性的方式置信 世卫领导人谭德塞 详细地列出 世卫在这场公卫事件中的14项失败的应对举措 BBC报道引述了川普公开信对世卫的指控重点 包含了习近平曾经向世卫施压 要求世卫不要宣布紧急状况 世卫组织一开始接受习近平的要求 但是后来随着状况恶化而被迫宣布紧急状况 再者世卫2月3号称中国感染其他国家的风险很低 所以没有必要封关 中国也在2月3号强烈的施压 试图要求各国解除相关的旅行禁令 直到3月3号 世卫仍然坚持说 这场流行病病毒感染性比流行性感冒还要低 被感染者48小时就会发病 因此无需忧虑无症状者的传染风险 种种资讯都来自于中国研究的数据 最后却都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讯息 直到4月11号 世卫才宣布全球大流行疾病 这时全球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 感染者超过了10万 惨况已经扩及到了114个国家 另外川普也提到了台湾官方在12月31号 曾告知世卫有关武汉地区出现人传人的新型病毒讯息 但是世卫并未将这样的讯息告知全球 川普还收到世卫坚持标扬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的透明性 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仍然拒绝共享准确及时的数据 除此之外 潘德赛忽略在中国发生的几起有关于种族歧视正义的事故 却反过来再没有根据的批评台湾对其种族歧视 川普更在公开信中强调 世卫这个组织如果要进步 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要展现独立于中国的公信力 他直指世卫总干事潘德赛领导之下的世卫过分依赖中国 并且要求世卫在30天之内做出具体改革 否则就会永久冻结对世卫的资助 并且重新考虑美国的会员身份 川普甚至还在公开信中后短 拿前任世卫官员作为作比较 包含了2003年非典在中国爆发期间 世卫前秘书长布伦特·兰德 勇敢地宣布55年来首个紧急旅行警报 呼吁全球不要前往中国南部 更毫不犹豫地批评中国试图引爆、瞒报 给全球健康带来风险 在全球公卫事件持续蔓延的阴霾笼罩之下 为期两天的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日内瓦开幕 会前美国和盟国纷纷地对中国和世卫组织 在应对事件的表现提出批评 并且要求对病毒起源和世卫组织这段期间的表现展开独立调查 综合媒体报道 外界预期欧洲联盟将会牵头连同包含了 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在内的多个国家 呼吁对这场公卫危机进行独立调查 而面对超过100个国家希望独立调查的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愿意尽快地启动一个有关全球公卫事件反应的独立评估 另一方面 中国方面此前一直不赞成调查事件起因和传播 在大会期间 中方却改口表示 在全球情况得到有效控制之后 愿意接受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领导 科学与专业不偏不倚的国际评估 面对来自美国和盟国的压力 一些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代表则表示 继续信任和支持世卫组织 报道表示 欧盟决议案除了获得公开批评世卫和中国的澳洲支持 英国、加拿大、印度、日本和俄罗斯也都表态赞成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决议草案 世卫194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16国支持 几乎已经达到通过的门槛 若获得三分之二成员国支持 决议案便将提出 而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目前已经有122国支持这项决议案 对此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 有西方媒体认为此案让中国陷入空前的孤立 加上美国等等提出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 中国更是承受巨大压力 但是环时指出 以科学方式调查病毒源头 中国当然不会反对 但是中国不接受美国对武汉病毒所的栽赃 也不接受华府对武汉实验室的有罪推定 环时还指责 澳洲顺着美国人的语境提出了独立调查 北京当然会有所警惕 最后环时自我标榜 中国在防控方面是全球做的最好的国家之一 复工复产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美国想要对这一项调查进行政治化利用 制造新的纷争 国际社会应该要共同的警惕并且拒绝 法国资深媒体人与作家库图西爷 在费加罗报专访中表示 如今的中国已经太过自信 傲慢甚至具有威胁性 中央社报道 顾图西爷今天在费加罗报报道中专访中 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高度极权的政府上台之后 说真话者最后会背黑锅 揭发者则会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对象 这就是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医师艾芬和年轻眼科医师李文亮的遭遇 他还说到 共产党的规则就是高层职位的任命都是看对党的忠诚度而非能力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完全没有任何医疗与公共卫生背景与经验 护图西爷引用瑞典前总理毕尔德表示 若中国当局早三周承认危险 并且有所作为 病毒传播最快最多就能够减少95% 然而就因为关键时期的疏忽 无知和审查制度 全世界都要付出严峻的代价 同时他还拿习近平与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相比指出 当中国政府公开的表示美国现况严峻与中国无关 而是自身无能控制病毒导致时 但小平时代那个韬光养晦的中国已不复现 现在全面对的是一个新的中国 过于自信 傲慢甚至具有威胁性 接着他提到美因澳等国向中国追究责任的呼声 指出许多国家都希望 中国至少应该要赔偿受创国以振兴经济 另外对于美中决裂 他表示欧洲联盟很可能在新冷战时代被夹在中间 特别的是中国知道欧盟的弱点 也早就开始在欧洲负债国之中找到客户 也就是用借贷的方式 使他们放弃港口 矿产 森林等等领土 他表示中国把手伸进欧洲策略型企业里了 在欧洲闭关时期 中国中信集团更已经买下了捷克重要的媒体 许多政治领袖 例如意大利外长迪马尤 对于中国在欧洲的扩张都表示了欢迎 在中美贸易战争 华为成为了美国一再针对的企业 另外也因为华为自身与北京当局难以解释的关系 引发各国对其技术 存有资讯安全疑虑 现在就连华为的赞助行动也开始引发讨论 法广报导指出 中国电信巨部华为将赞助伦敦帝国学院 一座价值500万英镑的科技中心 除此之外 还将会在未来五年提供 并且管理一条超快速的5G网络和赞助研究 华为的赞助行动引起部分英国人士关切 一些英国国会议员基于安全因素 反对华为参与伦敦帝国学院西伦敦校区开发案 伦敦帝国学院则是表示 会在19号宣布相关的计划 当前华为的赞助俨然成为了过街老鼠 华尔街日报报导指出 美国一个由全国黑人记者协会所举办的主题 为错误资讯的新奇的研讨会 原本计划要讨论有关这场流行病的虚假资讯 以及对少数群体的影响 但是该协会之后却取消了这个活动 理由是该研讨会接受华为赞助 使得他们在网路上受到不少抨击 更分散了人们对于其他优先事项的注意力 一些研讨会的成员表示 他们并不知道华为是赞助商 如果知道就不会同意参加 华为的美国子公司此前发表了推文 宣传这场在线研讨会 此举遭到强烈抵制 许多人纷纷对华为美国子公司 这条已经被删除的推文发表评论 有人指责华为利用美国热点政治问题来做文章 也有人批评该记者协会接受这家 被川普总统政府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的 中国企业的赞助 华为表示对于此次活动被取消感到失望 而企业表示在错误资讯 已经被证明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之际 也对失去研讨会的声音表示遗憾 另外CNN主持人John表示 他是在不知道华为是赞助商的情况下 同意参加上述研讨会的 另外他更发表推文表示 很高兴取消了活动 研讨会主办方则表示 该协会没有接受过华为的任何资金 也没有安排任何来自这家中国公司的人 参与研讨会 但是他们也没有回答 有关于是否事先的 将华为是赞助商仪式告知研讨会参与者的问题 也未在自己的官网宣传活动中提及华为 而华为赞助该活动 引起争议的原因在于 该研讨会重点就在反对虚假资讯 但是川普政府连日来不断地批评中国政府 隐瞒与公卫危机相关的重要资讯 而华为在这一个在美国中充满争议的 中国企业参与反假讯息研讨会 让许多的美国人无法接受 中国两会即将在21号登场 北京西城区日前却惊传有一间公司 总共有33个人同时出现发烧症状 一度引起民众恐慌 而对此官方通报指出 这33例患者经过临床诊断之后 是以细菌性呼吸道感染为主 应该是跟中央冷气有关 患者应该遵照医生居家观察治疗 没有住院病例 也没有重症病例 综合香港经济日报跟苹果日报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指出 西城区高度重视集体发烧事件 结合目前流行病学调查 临床表现以及实验室检测结果 经过专家组研判 已经排除肺炎病例 多数的患者致数发热 跟近期使用中央冷气有关 初步确定为共同曝露因素 导致的集体性发热 病原体初步判断为 A族乙形龙血性炼球菌 目前疾控机构已经深入展开流行病学调查 指导该办公室落实主体责任 严格加强员工的健康监测跟缺勤追踪 并且做好办公室的中央冷气跟外环境的消毒清洁工作 徐和健继续表示 北京已经连续32天没有出现境外输入 跟本土感染个案 加上两会将至 为了确保以及巩固首都防控成果 会持续加强入境 中高风险地区进行管理 据了解 设施的大厦位在西城区 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 北京疾控中心主任曾小凡指出 随着气温上升 公众对于冷气的使用需求增加 雇中心已经专门制定 集中冷气通风系统的运行指引 可供有关单位使用中央冷气按规使用 曾小凡介绍 使用冷气之前应该进行清洗 中央冷气应该使用专业的消毒液 防止空调内机构的一些病菌跟塵蚌 造成胡锡道的感染 而另外吉林省昌义区 18号出现一种本土病例 目前该地的风险等级 已经由低风险调整为中风险 而同市的丰满区新增三例本土确诊个案 丰满区已经新增为高风险地区 目前中国一共有6个中高风险地区 其中4个中高风险地区 分别是吉林市传营区 吉林市昌义区 武汉市东西湖区 沈阳市苏家屯区 而吉林市苏南市跟吉林市丰满区 则为高风险地区 去年中国人大会议上面 负责法制事务的官员曾经透露 有大量民众建议同性婚姻合法化 应该要被写入中国法典 而这罕见的官方发言引起舆论热议 难道对性少数群体一向采取保守态度的北京当局 有意放松相关法规吗 但是这个希望在近日被打碎了 中央社综合澎湃新闻报导指出 因为去年期便有许多支持同婚者向法官提出修法意见 所以在今年的中国两会修订民法典中 外界也十分好奇 同性婚姻是否有机会进行讨论 但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 民法市主任黄维等人今天受访时表示 针对同性婚姻合法化意见很多 但都是复制贴上的讯息 这方面的意见很多都是有组织的 就连寄来的信封、内容、网络意见都是相同的 黄维表示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委在第一次发言人记者会上 已经做出回应 表示将会维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去年8月 执行该机关史上第一场的记者会 有外媒提问中国同性恋结婚合法化是否乐观 发言人当时回应 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 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的基础上的婚姻制度 符合中国国情跟历史文化传统 而直到去年12月 中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办第三次记者会时主动宣布 有意见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应该写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篇 当时让外界认为中国同婚议题终于获得官方重视 后将有望使得同婚合法化成真 但是今天黄伟这段话却是将这个议题再次归零 而有一部分中国网友不满的表示 有这么多反应那就是有更多人在提出诉求 结果却因为内容格式化就不同意 更反风的表示好像大规模举报 不是复制碾贴一样 FB执行长马克·祖克勃18号公开表示 有些国家正在仿效中国打造全控式的监理模式 但是他认为这非常危险 他敦促欧盟应该要扮演主导角色 为科技规范跟风险定出全球准则 综合媒体报导 祖克勃在一场视信会议上面 跟法国前财政部长 现任欧盟委员布雷顿进行长达一小时的对谈 说到目前全球共有两套截然不同的互联网监管模式 而且是基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而中国实施的监控模式 不仅十分危险 未来还可能会有其他国家仿效 因此西方国家们应该争取 让中国的监管模式更加民主 并且跟西方模式接轨 加强保护个人隐私 最终达成全球只有一套监管模式 而至于欧盟2018年对个人隐私法所进行的改革 他表示非常的称赞 行动这个举动是FB改变其在全球范围之内实施的数据隐私规定 他认为未来科技公司跟政府直接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报道指出这场会谈里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FB目前成立了最高法院内容监督委员会 他们将以第三方独立组织的身份 接受FB跟IG上面对内容判定的申诉 甚至可以推翻FB对这些内容的判断 不受到主刻薄的控制 并且严厉一些政策供FB遵守 而身为欧盟科技政策首席官员的布勒东表示 脸书跟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也得符合特定价值 据了解欧盟执行委员会也正在加顶制定数位服务法规 这是欧盟为了约束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权力的重要立法 报导也提到这并不是主刻薄第一次批评中国网络 去年他曾经在华盛顿乔治成大学演讲中 重炮抨击中国言论审查制度 他直接拿抖音来举例 表示就算使用者是看美国版的抖音 但只要是不利于中国的抗议内容 一切都是看不到的 事实上去年也传出中国籍员工跟公司高层关系紧张 原因是主刻薄对进军中国市场态度消极 并且多次出言批判中国的思想审查 脸书公司先前采取了许多措施 被中国籍员工解释为对中国政府的敌视 包括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该公司在台北赞助举行的活动 以促进台湾的经济跟电子商务产业 他还表示脸书绝对不会再有侵犯人权记录的国家跟地区存放数据 也从来没有跟中国当局就如何不受审查而营运达成协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